经常网络上都会有同学说 传说中那款产品很好用 或者是传说中这款产品很好用 那到底哪一款产品真的好用呢 这支视频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 10款网络上当红产品的大测评 当然这个测评呢是我个人的测评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哦 首先我们从美妆工具开始好吗 Beauty Blender大家相信已经不陌生了 这个中文叫美妆蛋的小物呢 已经传遍了整一个网络 几乎美妆博主人手一个 那它到底好不好用呢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胜过用手去上粉底液 而且它出来的那个妆效是比较轻透轻薄 这个美妆蛋呢其实也有其他品牌有出 例如我右手现在拿的这个 它是一个开架式的美妆蛋 那我说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好了 这一款呢相对而言它的服贴效果就没有这么好 而且这个美妆蛋呢即使湿了水之后 它还是有一个硬硬的感觉 Beauty Blender呢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湿水之后 它变得大大的一颗了 Beauty Blender一定是要湿用 湿用的时候它的效果才能发挥到一个极致 经常会有同学问我Beauty Blender是湿用还是干用啊 一定是适用 沾湿水之后呢一定记得把它拧干 拧干之后用毛巾再抓一遍再开始上粉底 那个粉底液的服贴效果超级棒 如果你好好爱惜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用蛮长时间的 定期呢一定记得要清洗哦 像这种海绵状的美妆工具呢 我都建议你大概使用两到三次呢就清洗一遍 因为它特别容易藏灰 而且大家也知道如果万一它有灰尘或者有一些细菌的话 你再铺到脸上呢就很容易治痘 总而言之这个美妆蛋100分毫无挑剔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美妆工具呢 就是粉底液刷 那它是来自Rotinix的Buffin Brush 这支刷子呢其实在网络上也蛮红 对于开架式的产品来说 这一把粉底液刷呢算是一支好用的粉底液刷 这个评论呢仅仅是在只用过这一支开架式的粉底液刷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我买了ZOEVA的粉底液刷之后 我就觉得这一支呢就是对于我来说还好 ZOEVA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支是104号 我觉得它够大 刷起来呢基本上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三两下就可以刷均匀了 另外就是它的刷头非常绵密 它的毛很扎实 所以在刷的时候呢不会有刷痕 那这个呢就是当时我在用的时候 没有用过ZOEVA这些粉底液刷呢 我觉得这个Rutinix的Buffin Brush挺好用的 因为它上粉底液也上的蛮均匀 但是它的毛呢就相对而言会稀很多 所以它在刷的时候呢 我觉得需要一点点时间把它刷均匀 如果说你是新手上路的同学 想入一把平价的粉底液刷呢 那当然这个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不是说它不好用 只是它在上粉底液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把粉底液刷均匀 但是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预算的同学呢 我更推荐你用ZOEVA的这个粉底液刷 因为我觉得它刷起来呢 效果会比这个要好 而且快捷很多 接下来分享的这个美妆工具呢 是一个洗脸刷 它来自Clarusonic 我买的这款呢是Clarusonic Mia 是它的小的刷子的第一代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它是有出了Clarusonic Mia 2 但是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洗脸刷这样东西 我如果肯用它呢 已经非常给面子了 而且再换两个档 我觉得两个档对于我而言呢 可能不太用得到 所以想来想去 最后我还是决定买第一代 那这个第一代呢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就并不是说我非常依赖它 这个洗脸刷呢 好用 但是不至于到 我没有它不行的地步 就是我没有依赖它 这个洗脸刷我大概用了 有三年左右吧 跟大家说一下 它今天呢 爆销了 就是充不上电了 当我充电的时候呢 它就发出嘟嘟嘟嘟嘟 那种声音了 所以我想说它应该坏了吧 Clarisonic的洗脸刷 我觉得用完了之后呢 确实能把肌肤清洁得很干净 但是这种干净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 皮肤偏油的肌肤使用 如果说你的皮肤是偏干 然后每天或者几乎依赖上 这种洗脸刷呢 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增加负担 就是它有点洗得太干净了 那现在这个刷头呢 我用的是Cashmere的那个刷头 它的毛呢 是会比较长的 但是 Even是这个刷头 我都觉得它有几根毛 是那种刺刺的感觉 有一点不太舒服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洗脸刷今天是报废了嘛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不会再考虑回购Clarisonic了 如果真的要试洗脸刷的话 我可能会试一下 其他品牌的洗脸刷 再说一下它的充电呢 我个人觉得是最特别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充电器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直接是吸在这个上面 就冲上电了 其实它如果不坏的话呢 我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坏了 如果让我再重新考虑 再买回它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考虑了 而且它的这个刷头呢 是需要三个月就换一次 这个刷头并不便宜哦 所以我觉得这么用下来呢 它并不值得我重新再回购 接下来呢 是一把梳子 它来自Tango Teaser 这个梳子呢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网络上已经传的 红的没得再红了 几乎是人手一个了吧 那这个梳子呢 我也是好几年前就入了 当时入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因为它梳呢 确实有一些打结的地方 它能很容易的就梳开了 而且不会痛 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就是它长得很小巧 所以如果携带出门的话呢 也不会觉得不方便 所以这把梳子呢 经常如果我要出去旅行的话 我就会带这把梳子 而且它好的地方呢 这边它有一个盖子 就是把这个梳子盖住 不会有灰尘进去 还蛮卫生的 我买的这个呢 是一个compact版 就是一个随身携带小巧的版 大的那一款呢 是没有这个底下的盖子 就是一把大梳子 抓起来呢 只是比这个会稍微大一些 我觉得这个用下来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可能个人习惯嘛 我自己比较喜欢梳子呢 是有一个手柄的 我很喜欢抓住一个东西 然后再用 洗脸刷也是一样 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clarisonic呢 我就是觉得它可以抓着握着 这样子洗呢 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梳子也是一样 所以后来呢 我就觉得在家用这样子的梳子 其实不太方便 就是我不喜欢整一个抓着 然后这么梳 如果说出去旅行的话 带一个这样子小的 我可以接受是这样子梳筒 顺便也梳一下 嗯 对啊 所以之后呢 大家有看到 我有买Michelle Mercy的那把梳子 它是有一个手柄 它同样也是防打结的 所以在家的话 我会用那一把梳子多一点 那这把梳子呢 我会放在我的旅行化妆包里面 随身携带 外出旅行的时候使用 头发的另外一款产品呢 就是Bertise的Dry Shampoo 这个干洗喷雾呢 我相信也是大家一见到就知道 哦 就是它 那这一款干洗喷雾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款干洗喷雾 我看到它 我都买超大一瓶的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size 它有400ml 然后我觉得它用下来呢 给我的感觉还蛮舒服的 虽然它喷上去呢 是会有白白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距离喷的话呢 它不会说聚集一个地方 会有白白的现象 出现白白的现象呢 可能是你喷得太近了 就是离得太近 要稍微拿远一点点距离 喷呢 我觉得还好 然后它确实有吸附油脂的效果 还蛮好的 所以一直呢 我就不间断的在买这个Bertise的Dry Shampoo 之前我也有看美国的一些网络达人推荐Duff的Dry Shampoo 但是西西兰好像没有看到有卖Duff的干洗喷雾 所以在没有尝试到其他好用的开架式干洗喷雾之前呢 Bertise我都一直会用下去的 其实说实话我之前有用过其他品牌的一些干洗喷雾 真的都非常难用 之前我也有在雷品单元或者是空瓶镜里面跟你们分享过 就是喷上去 哇有一种像发胶一样的感觉 本来头发没有那么脏的 喷完了之后呢 走神了 我在看外面有一只蝴蝶飞来飞去的 那些干洗喷雾呢 喷完了之后有一种发胶的感觉 就是没有让头发变干净之余呢 它有一种黏黏的 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用来用去呢 我目前还是最喜欢Bertise的专手铺 会回购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养品的部分吧 网上呢也有很多同学在问我 关于雪花秀宫中密造的使用心得 那正好呢这支视频呢 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当时我入的时候呢 入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套装 它里面呢是有一个灶盒 然后外加两块这个洗面灶 那我现在洗手间里面有另外一块 这里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给大家看一下 没用之前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方形巧克力色的一块灶 这个灶呢盒子一打开 其实没有打开之前 我都能闻到好浓的一股中药味 我觉得宫中密造 是我用雪花秀产品里面 最重中药味的一款产品了 如果说你不太能接受中药味的话呢 那我不推荐你买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还蛮大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 那不妨可以试试看 洗面灶的使用方法呢 我自己是用手 我不会用打泡网 因为我觉得也太麻烦了 早上我明明就是赶时间的 我还在那里用打泡网打泡 太慢 所以我直接就是用手搓两下 直接就在脸上打圈圈了 那我觉得它的泡泡并不多 但是洗起来的那个感觉还挺舒服的 就是有一种很细的那种感觉 它会比我目前在用的健康灶 洗起来要细腻一些 但是它毕竟是一块灶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混合性偏干的肌肤来说呢 它并不适合放在秋冬天的时候使用 秋冬天我可能会考虑用一些保湿性滋润度更好的清洁产品 所以这块宫中密灶呢 我会放在春夏天的时候使用 我觉得刚刚好 它又不会说是太控油 就是洗完之后不会觉得太清爽的那种感觉 跟我目前在用的健康灶比起来呢 它的清爽程度是没有这么清爽的 就是洗完它不会觉得脸紧绷 春夏天用的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尤其是现在是春季呢 我用它就觉得很舒服 至于会不会回购啊 我觉得用完这两块我可能也就用腻了吧 可能会换一换其他的产品 如果之后还能再想起来它呢 那就是真爱了 保养品的第二款产品呢 就是Lamia的Soft Cream 这个面霜呢大家一看也是非常熟悉的 就算没用过呢也一定见过它 见过很多美妆达人有分享过这款面霜 其实我在20岁的时候呢就认识它了 但是迟迟都没有用它 因为我每次去专柜室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嗯还好 而且它原始的那款面霜呢 我觉得太油腻 味道呢有一种像肥皂的味道 所以我当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面霜 这款面霜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很实在 说实话它的包装其实并没有很吸引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玻璃瓶的包装 说实话我自己用了小样之后呢 也没有觉得它有多神奇 可能在那个时候的皮肤状态呢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样子的面霜 如果说你的肌肤状态一路下来都很稳定的话呢 其实并不需要用到这一款面霜 那如果说你是敏感肌 然后常年敏感 有没有能找到一款面霜是适合自己的话 不妨去试一下这款面霜 尤其是在过敏期间 我觉得这个面霜实在是太神奇了 好了这个故事我也说了第三遍了 我自己都有点听腻了 因为今年年中的时候我有过敏一次 所以我用了这个面霜之后呢 它的修复效果特别好 而且它滋润保湿度很够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soft cream的这个质地 很适合我 会比原始的面霜要稍微清爽一点 但是又不至于像凝胶或者是乳液那么清爽 就是介于中间 所以这款面霜呢深得我心 我想用完这一瓶之后 下一个秋冬天呢 我可能还会考虑回购这一瓶面霜的 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款 网络上很红的面膜 就是来自Glam Glow 我相信他家的面膜呢 就算你没用过 看到包装也一定会认识 这款黑色的面膜呢 它是强调可以帮助肌肤明亮 去角质 它有蛮多功效的 但是说实话 我自己用下来呢 就觉得非常不好用 我当时是看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美妆达人推荐 分享这一款 他是在party之前用这个面膜 然后说很神奇 用完了第二天之后呢 整个皮肤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好 而且整张脸呢像在发光一样 听到这样子呢 我自己也去买了 我当时买呢是买了两盒 那第一盒我已经用完了 其实不是用完了 是它干掉了 我没有办法再用了 干掉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这样子吧 没有办法再涂抹了 所以我索性就把它放到空瓶袋子里了 比较可惜 因为这个面膜价格还挺贵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面膜真的不好用 它擦在脸上呢 对于我来说蛮刺激的 就是一直会有一个刺刺的感觉 用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呢 就像是一个深层清洁面膜 并不是像传说中说的 有多发光 然后肌肤有多亮泽 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清洁面膜 那性价比来说呢 当然它就会很低 其实我有很多其他的清洁面膜 都会比它好用 而且刺激性没有它这么大 所以这个面膜呢 我想用完这是最后一瓶了 用完之后呢 我也绝对不会再回购了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而且我要提醒一下 如果是敏感性肌肤的同学呢 最好不要买这个黑瓶 因为我觉得刺激性太大了 保养品的部分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彩妆品吧 有一款妆前乳在网上已经盛传 而且口碑非常好 就是来自Laura Mersey的保湿妆前乳 这款妆前乳呢 我自己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它不太适合 特别干燥的肌肤使用 因为如果特别干燥的肌肤呢 它需要的妆前滋润度是很高的 但是这款妆前乳呢 推下来它有一些像凝露状的感觉 保湿性来说 对于混合性偏干的肌肤而言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干性或者是极度干燥的肌肤 尤其是在秋冬天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 也是看肌肤类型呢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呢 甚至秋冬天你可能用完它会觉得有一点小油 但是对于我而言呢 这个妆前乳就非常好用 所以大家不要说看网上哪一款产品很红 就跟追星一样的去买一样产品 还是要回头看一看自己的肌肤类型 然后做做功课 确定这款产品是适合自己的肌肤类型 再去购买 毕竟这些专柜产品呢 它价位不便宜 如果说买回来是不适合自己的话 不要说网络上评论它有多好 就算十颗星一百颗星 回来不适合你用呢 它也是零星 这款妆前乳呢 我在秋冬天是非常爱用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呢 它的保时性足够 并且刚刚好 不会过于油腻 也不会过于清爽 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属于混合性偏干的肌肤呢 这款妆前乳会适合你使用哦 说完妆前乳了 那就要说说底妆了 底妆在网上 我觉得最让我吸引的呢 就是Clay Deport的粉霜 一款光润 一款亮润 最后要下手买的时候 我都搞不清楚 哪一款是光润 哪一款是亮润呢 而且我觉得它的中文名 也特别奇怪 为什么叫光润呢 其实它上妆之后的效果 算是比较雅光 比较自然的一个底妆效果 它并没有光泽感 那亮润呢 就是确实有光泽感 这两款粉底液呢 我对它们的感觉都特别好 光润比较适合 我在春夏天的时候使用 那么亮润呢 更适合我放在秋冬天的时候使用 所以这两款粉霜呢 是在不同季节使用 如果说你的肌肤在春夏天 跟我一样是属于混合肌的话呢 那么光润蛮适合 它的控油效果挺好 并且呢 不会擦完之后 觉得整张脸油油的 因为它并没有光泽感 然后如果你在秋冬天 跟我一样是属于混合性偏干的肌肤呢 你会喜欢亮润 因为它的滋润度挺够 另外就是它能给肌肤一个很漂亮的光泽感 这两款粉霜呢 我自己都很爱 也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预算够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 最后一款彩妆品呢 是来自Bobby Brown的眼线胶 它家的眼线胶 我个人使用下来感觉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干 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十款眼线笔或者眼线液 然后还要去买一个眼线胶呢 我个人就不大推荐了 因为这个眼线胶一旦你开了之后 非常容易干 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纯黑色的这个是我第一瓶入的眼线胶 它已经干的四分五裂了 就是超干的 已经不能用了 除非我沾一些Mac的Fix Plus 但是我觉得沾了那个之后呢 再用它的效果已经没有这么好了 当初我刚买它的时候呢 它的质感是很绵的 使用它家的眼线刷呢 是非常容易就刷上去 当你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呢 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得出来 它已经开始要变干了 所以这个眼线胶呢 我不是觉得它不好 而是它更适合一些 比如彩妆上录一段时间啦 想给自己入一个专柜式的眼线产品呢 我觉得Bobbi Brown的这个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其实蛮容易上手 并且它的眼线笔呢 可以画粗也可以画细 就是看妆容的需要 并且这个眼线对于我来说 它不太容易晕 有的同学会说它容易晕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觉得还好 所以它比较适合这一类的同学 去买这个眼线胶 好啦这些呢就是我对这十款网络上 比较热门的美妆品的评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提问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给它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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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